妈 我会好起来 你不要担心我 我会好好起来 超商女店员 双眼包扎坐在轮椅上 明明身受重伤 孝顺的她还反过来 安慰妈妈令人更加不舍 她一句话都没有讲 对啊 她直接冲进来 然后转身的时候 看到她她就压制我了 我就开始反抗了 回忆当天被凶嫌袭击 女店员说对方一句话也没坑 就冲进柜台 女店员身形瘦弱 怎么反抗都没用 只能任由对方施暴 由于双眼视网膜玻璃 10月1号动第一次眼睛手术 失礼能恢复几成海味之数 隔天也要再动刀 把断掉的鼻梁骨给接回 很紧张 我很怕为什么事情 然后哥哥说要祈祷 祈祷自己赶快好起来 尽管对手术还是很害怕 女店员乐观已对 直到外界都为她的遭遇感到不平 她也透过镜头对关心她的人喊话 谢谢你们的关心 我会好起来的 不要担心我 要好好睡觉 不要太累 我没有事 我会好好养伤 内向害羞的女店员 似乎有了新体悟 想法变得积极正向 她透露身体复原后 最希望回去工作上班 重拾新生 记者张春华 评论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